你为什么当律师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三管齐下 治疗孩子不爱吃饭 不长个的龙母撞骨颗粒 邀请您收看女士的法则 点摧奇迹精华 邀您观看女士的法则 许律师出国几天人都不认识了 宋律师 宋律师来机场出差呀 怎么说呢 我这是特意来为许律师接风启程 不知道许律师赏脸没续可 我先去洗个澡啊 十几个小时飞机都快累死了 你把那个给我 我先去洗了啊 那我先做饭了 好 小熊 你帮我把那个洗面奶给我拿过来 是 这个宝宝 宋律师 你给我看啊 你眼前是不是有泡沫好痒啊 啊 啊 想要睡在黑暗里 不提起 是这情绪在交替 灰色的游戏 回忆总会褪去 世界会烂 灰色的游戏 重担一切 曾经的失去的脆弱的不安 遗憾的失落的每一刻的孤单 都会有的 没有的 能看的 是不是有的 还讲»,我担心的发展 provider also 血缝了怎么byita 你睡了吗 嗯 嗯 要上洗手间 不去 我今天挺高兴的 什么事那么高兴 你回来陪我了 对不起 妈妈这段时间太忙了 没想到律师这么忙 我长大以后 一定不会做律师 为什么 你的工作 我倒是看明白了 每天一睁眼就是那些糟心事 还帮别人解决麻烦 麻烦这东西 了解多了 满满的负能量 我可不像和你一样 嗯 那你长大了要干什么呀 游戏主播 行 你想的倒是轻巧简单 游戏主播 人家私底下有多努力 你看见了我 你想干成一件事情 不努力怎么行 得拼命付出辛苦 那你为什么想当律师 因为外公 因为公平 律师却是帮别人维系公平 那你觉得生活对你公平 好 你哪里那么多问题 你小的瓜里整理想什么都 行了 赶紧睡觉 小睡觉吧 好 好 好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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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宋修 宋修 你先進去oplan 宋修 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真的 谢谢 光带都买不着 我特别喜欢这个色号 谢谢 没有吧 杨阳妈妈 杨阳最近注意力比较分散 学习成绩下降了很多 我问过杰姆斯 杨阳好像对父母的关系 比较担心 所以啊 我今天找你过来问一下 你们最近有没有在孩子的面前 发生过争执 没有 我们从来不在孩子面前 发生矛盾的 我跟杨阳的爸爸 我们两个平常都特别注意 在孩子面前的态度 应该不是因为这个 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啊 正值青春期的门槛 可能会比较敏感 再加上杨阳啊 也是比较早熟 所以有时候 我可能会想得比较多一些 我建议你们做父母的 能够抽个时间 陪孩子好好地聊一聊 看看杨阳这孩子 是不是有什么心情 知道了 谢谢马老师 我会多关注他的 好 嗯 这次胜利集团的案子 目前看来啊 你和陈然都做得很好 这次如果没有陈律师的 配合帮助 我自己肯定是玩不成任务的 这次去卢塞恩 有什么收获吗 是不是收获很难说 是不是收获很难说 我也不敢下定乱 讲讲 陈主任 在卢塞恩有一个爱人 就是行程单上的名字 你确定 我看到了他们的全家福 还和瑞特张聊过 很肯定 而且 对于瑞特张 陈然也是一无所持 我还算是 玩得还挺好 要时间喽 我爸什么时候来 不会又要加班吧 你爸今天不忙 下了班就来了 那差不多 瑞瑞 我跟你爸爸在你眼里 都是大人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大人 除了家里的事情 还有工作上的 还有其他的事情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两个如果 没有经常在一起 或者因为什么事情 起了争执 并不代表我们两个感情 出现了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和我说这个 就故意激烈 今天 你们马老师 给我打电话 我去了一趟你们学校 他跟我说了一下 你最近的情况 你在学校的表现 你一定是杰姆斯这个大嘴巴 和他说 早知道不告诉他 对呀 人家跟爸爸说是因为人家都担心你 知不知道 妈妈真的没有骗你 我跟你爸爸的感情很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或许现在没有 你怎么这么说 以前你们也吵架 但是没有人离家出走 现在我爸要去东北 你们不在一起 特别害怕 你爸爸去东北是因为工作 跟李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班赵晓宇和他喇叭 也在外地待了一年 去的时候说得特别好 是为了赚钱换大车接他 结果他再也没有来过学校了 直接在外地就给他生了小弟弟 现在每天大车 接的就是那个小弟弟 赵晓宇是赵晓宇 你是你 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 我和你爸爸多爱你 爱这个家 相信妈妈好不好 好 这样 等你爸爸去了东北 我带你去岔岗 去看你的 行不行 你自己去就得了 别拉上我 我时时刻刻进度大 监控 必须监控 这儿呢 这是您要的资料 好 你让我调查的这个人 中文名叫张清兰 年轻的时候长得挺漂亮的 以前是靖海小有名气的美女记者 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主动放弃了铁发碗 辞职不干 出国 好 对了 二十年前陈主任 作为致命律师接受过她的专访 另一个人叫陈科 在国外出生 但是是中国国籍 现在在江州政华大学读大寺 快毕业了 我能查到的就这么多了 知道了 谢谢 不用谢 我进明堂的事还得靠你呢 过两天明堂会有面试的 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好的 好的 师姐 对了 这是我给杨阳的一点心意 里边的零食种类挺多的 希望她能够爱吃 替杨阳谢谢你 下次不许带了 好 你赶紧忙去吧 好 那我先过去了 嗯 不过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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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快 什么 好 我 什么 我的 我 我 我的 我 我 我 这是我们成泰律师事务所的前台 欢迎 欢迎 这是我们成泰的会客区 这里面是刘主任的办公室 他负责行政 大家以后有需要报销的 必须进他手 这里是林律师的办公室 他擅长体育方面的案子 黄主任办公室 他是我们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也是成泰的创始人 这里是我们的大会议室 罗太太 我相信您之前的委托律师 也肯定跟您说过 联创集团呢 现在涉及到非法集资 但是在我们国家呢 没有非法集资的这个罪名 与其相关的罪名 一个是叫集资诈骗罪 另外一个是叫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这个我了解的 我是想知道 你们现在有什么进展 现在这个案子的进展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地争取 将联创集团的 涉案行为定型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换一句话说 我们确实是吸收了资金 但是我们确实也投资了项目 而且债权人他们知道 我们所投的项目是什么 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达到 所向他们承诺的利息回报 并没有形成故意诈骗 以此呢 在量刑上争取让法院 从轻判离 现在呢 我们联系了部分的债权人 签署了谅解协议书的 有三个人 有一项签署谅解书的 有十个人 我们现在呢 正在努力地争取 联系其他的债权人 以补偿和分期付款的方式 让他们形成谅解 争取减刑 那你就硬快多说服些人 真是好笑 他们是不知道 投资有风险吗 对了 罗泰 您之前给我们提供的资料 我们认为还有一些缺失 我们现在还需要 联创集团这两年 和这个相关项目的交易合同 资金往来凭证 和投资人 债权人的沟通证据 所以呢 这件事 我希望您能尽快地 和明堂的相关人员联系一下 好吗 嗯 谢谢 谢谢你们 还得谢谢您 对我们的信任 才会有今天收赢的结果 你们知道吗 我跟卫英从一个八平米的办公室 慢慢创业了 夏天缺电 冬天缺水 一步一步地积攒业务 创立起了胜利集团 弄成今天那样 我们都有责任 我不甘心 我想卫英更不甘心 但是 这就是市场 有生就有死 有死就有生 自然规律 谢谢您 我终于能睡个安个觉了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林广树 现在被内外夹击 他的兄弟把他害惨了 居然还给他击活 我觉得他心里应该 早就有预感的 毕竟两个人 做朋友那么多年 人是最会伪装的动物 越是多年的朋友 越是猜不透 大部分的经济纠纷案 都是发生在朋友之间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保持边界 不然就会被骗得太惨 人和人之间的事情 哪里有法律上规定的 那么清楚啊 他们两个能走到一起 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不是我们任何第三方 能看得懂的 其实我们这次赌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 还有朋友的默契 和情谊在里面 案件是有时效的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是一辈子的难题 有时候我们相信的那些 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假象 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财人 真相 如果是你 你选哪个 你 那要看 哪一种对大家都最好吧 看我干什么 我看你现在最后这种奇迷的灵 你还好吗 还好 你需要喝一杯的时候 你找我 走 走 走 杨阳好点了吗 好多了 怎么这么憔悴啊 是哪儿不舒服呢 妈妈 有些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但是 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 说吧 在瑞士见面了 你都知道 好 感情里如果出事的话 当事人肯定是第一个知道 那这么说 你们一起骗了我这么多年 也不能这么说吧 也不能这么说吧 首先我认为这是 我和陈文光之间的事情 第二 当初之所以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 怕影响你 当然 这也是陈文光苦苦哀求的结果 第三 这件事对我来说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根本都不愿意管她 那你不觉得这样做 对我很不公平吗 这件事 对我公平 就是你爸造的孽 他在还呢 所以你希望爸爸做了我 对吗 没有什么希望和不希望 准确地说 他的事我不关心 他在说了 谁不是土都埋到半截的人了 把自己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 你也一样 好 打分 是 来 不 和你 坊 別期盼有人作伴 心事肆意交換 衰落尾隨我的不安 走過去曲折折的彎 那個瞬間相見很晚 才把遺憾不甘 從此笑看 我們的教會 是不期而遇的美 人山人海盡一眼明媚 隨夢到芳菲 吹散來世的成灰 遼然故事前衛 和你奉陪 你去我看見吧 你去睡吧 沒事 你剛回來 還是你回去休息吧 我在這兒陪著你 美人 你會背叛我 你怎麼想到我能問這個呀 怎麼了 沒事 我覺得你啊 就是最近太累了 好好回家睡一覺 我在這兒陪著你 你這邊放心吧 有我呢 我進去看看 睡 回去吧 好 我可不喜歡這種 突如其來的到訪啊 查崗呀 怎麼能是查崗呢 新買的特意帶過來 來給你嘗嘗 我一會兒可有約了啊 誰要跟我搶岸員 跟你搶岸我們的人多了 不過會把我家整理得 整整齊齊的 就只有送管家了 我覺得呀 你不能只看到這一面 對吧 其實我這個人身上 還是有其他很多優點的 你要多發掘 你這魚缸放硬幣收藏啊 對呀 我喜歡硬幣的味道 收藏是我的愛好 我需要它每天都提醒我 把你手機借我一下 查完港還要查我手機呢 怎麼能啊 不是那種人 你借我一下 不是那種人 真的 不許看我信息 不會 不許看我賬戶 不會 不許看我相冊啊 不會 笑什麼 你看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提醒你 有個人在愛你 你真的是太幼稚了 除了工作 生活裡還是又這點比較有意思 這麼晚了誰啊 想要按援的人 那我得看看 開心快走 誰 先躲房間去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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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染真人 鞋子 來啦 來了 來了來了 來了 有酒嗎 給你備好了 坐 你晚上不用陪伴啊 不用 陪人在永遠裡陪著呢 心裡還是不好受啊 我去找過我媽媽了 我媽媽一直都知道 所以你覺得 雙重背叛 我是信任是狠吧 那你之前一直沒有察覺到這件事 可笑的就是這一點 我結婚以後 再也沒有跟他們生活在一起了 也就是前幾年 他們兩個才開始分居的 我當時想 可能是年紀大了 需要各自的貢獻吧 從來都能往別的地方向 我覺得你應該換個角度想一想 也許他們真的是不合適 也許他們已經找到了真愛 但不管是哪一種 他們都是在努力維繫這個家庭 這個我知道 就是覺得有點荒誕 荒誕的事情多了 這個世界上每天都在發生奇奇怪的事情 而且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在承受 自憐自憶是沒有用的 這件事情如果發生在你身上 你還會這麼膽然嗎 別想要討我話 我可不會用我的痛給你療傷 謝謝 你把你媽沒有領完 沒有 確定 也許吧 那你覺得你爸被抓的事 跟張青嵐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之前我一直艱辛的事情 都在被墊覆 我現在不想多想其他的事 都不願意懷疑我爸爸在法律層面上 會有什麼問題 那你老公呢 你老公知道嗎 我知道 沒有想跟他聊一聊 家裡的事情就夠亂了 他雖然不說 但是我知道 因為我這邊的事情 他會覺得很興奮 我是不能逃避的 但是他可以 所以你覺得他去東北是為了逃避 其中一個原因吧 之前他卻是為我做了很多的犧牲 我也不能一位那麼自私地 只讓他做出讓步 還是你覺得你沒有辦法 讓他做出讓步 所以感到焦慮呢 你這是崩潰了法 打不倒你的才能成就你 說出來 總比憋在心裡強 而且你今天過來找我 不就是想說說他嗎 對 除了你 真的沒有可以說這些事情的事 好 那既然沒有競爭的話 我就要坐地起架了 畢竟聽人吐槽是一件 特別難的事 以我現在的財務狀況 恐怕我要受賬了 沒關係啊 我先給你欠著 我先給你欠著 你能弄到那些古董硬幣嗎 咱們進個海嘛 玩不多 你可以去那些古董店看看 網上找找也行 我就知道沒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行了別給我戴高帽子了 所以兄弟這回真認真了 當然了 對他我從來沒有開過玩笑 行了行了 你這酸臭味啊 都送電話裡飄過來了 祝你成功 掛了啊 對了萬能 這次在近海待幾天啊 這不是急著來處理兩件事啊 明天就得回去 你啊真是公務繁忙 還想約你打賞球呢 近海新開了一個球場特別棒 那可惜了沒事 下回 老陳的那個案子怎麼樣了 已經進入益審了 什麼時候能判啊 我說萬董啊 您大可不必有這方面的顧慮 遇審不代表定罪 是不是 再說老陳你也很熟悉吧 他是被連累的 我們應該相信他 我們明堂啊除了老陳 還有很多非常優秀的律師 這之前跟你們菲萊營合作 不是也挺好的嗎 來來來來 所以我聽說啊 最近你們啊 又打贏了幾個想當當當 應該我祝賀你 來謝謝謝謝謝謝 這個明堂和菲萊營已經合作五年了 一直很愉快 我們之間的默契 是別人沒法比的 您說呢 但是呢我們做企業的 總得顧及一下自己的名聲 過客對我們 那也是要貨比三加的呀 這跟你做律所也一樣啊 不僅要考慮自己這一方面 還要考慮到方方面面 對吧 對 那就說萬動已經有其他的選擇了 我呢 倒還沒有考慮過 但是江總監他們好像有些顧慮 正在多方接觸 好 來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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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進來 您就行 師父 李主任今天約了萬動 與其吃的午飯 菲萊營呢 肯定是要更換律所了 這種大客戶的變更 對每個律所來說 都是很不利的 那在這個結果眼上 李主任去維繫關係 是很正常的 陳準出事了 您覺得李主任能搞定他嗎 或者是說 李主任搞定了 這個案子 是不是還是要給二組啊 我覺得你以前的工作 是不會白做的 對了 最近萬董那邊 有沒有聯繫過你 他吧 也就是 跟我發發微信 互相問候一下 倒是沒有跟我表露出 任何不想合作的意思 師父 這件事你是不是有點 過於低調了呀 您跟萬董事長 夫人關係那麼好 幹嘛不爭取一下呢 我想想 喂 萬董 沒事沒事 我知道您忙 要不然我過去找您 也可以啊 好嘞好嘞 那咱們下午見 嗯 再見 你是新來的吧 嗯 叫什麼名字啊 陳柯 陳柯 謝謝 師父 我最近走訪了 二十多名 聯創集團的客戶 他們也是這個案子的受害者 在他們的口中 聯創集團 就是個吸血鬼 我還調查了 聯創集團之前的 日利率調整 我發現聯創集團 利用漏洞 非法榨取客戶的財產 這些客戶 都願意出庭作證 小冉最近怎麼樣 還好吧 小冉挺好的 您放心吧 前兩天她還去瑞士 辦理勝利集團的案子 她去瑞士嗎 是啊 剛回來 回來跟你說什麼了吧 沒有 回來還沒有見面呢 好 小冉 身為律師 又是我的女兒 她非常想幫我 但這個案子 如果她和你一起接入調查 的的確確有很多不方便 對 如果她有什麼事 需要你幫助的話 你要幫一幫她 好的師父 好 趙先生 還好我沒記錯律所 徐大律師 我上次就出給您了 你可真是講義氣的人 趙森 是 是他們兩個動手動腳 對我女朋友 我才動手的 趙先生 先說說你的事情經過吧 是這樣 我一個月前呢 我在正品購物上 找到了景勝雄員 這個人在澳洲做代購 我花了兩萬八千塊錢 給我女朋友琪琪 買了這個分地泥的新包 結果呀 這是個假的 購物鏈接有嗎 趙先生 請問你是怎麼發現 你這個包是假包 我女朋友跟她閨蜜吃飯 她閨蜜呢 也有個一樣的包 人是在米蘭專櫃買的 兩個人就做對比呀 發現這個包做工跟質感 跟那個差了太多 很明顯就是一假貨 這個包 你是在購物平台上買的對吧 嗯 那你有聯繫過正品購嗎 他們應該有相關的 沒圈流程嗎 我試過了 平台呢讓我申請退款 賣家又不承認 自己賣的是假貨 又說賣出去的東西 又不能退貨 不能退貨就不能退款 就這樣陷入了死循環 趙先生 就算你認定這是個假包 但是在法律層面上 是很難證明的 可是就是個假包啊 你法律就不保護 我們普通消費者的權益了 趙先生您先冷靜一下 這樣吧 您說一下你來找我們 有什麼訴求 我要他還我這個買包子錢 還要賠償我的精神損失費 精神損失費 趙先生 你的這個案子 不滿足精神損失費的賠付條件 但是我剛才看了 錦上雄言的這個網店上寫著 假一賠十 所以我們可以幫你爭取 十倍的賠償 多餘購包的錢應該可以 彌補你精神損失 是 十倍是 二十八萬 但是實際操作起來 十倍賠償還是有困難呢 雖然困難了點 但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如果我們幫你 爭取到了十倍的賠償 我們就要收取 百分之三十的律師費 當然了這個比例呢 是高於一般代理標準的 只是這個標的額太小了 如果用於行業標準收費的話 這個案子我們是不會接的 是這樣的 可以 可以 不疼吧 我真的沒事 一凳肯定疼 真是 慢慢慢慢 看真路 別著地了 還說我外婆這是考文場 咱也能換一遍 你要是喜歡你們 隨時可以拿去用 可是你媽這人太講原則了 她從來不占我便宜 要面子 要是我 我媽有什麼好東西 我肯定給她趕回來 你以為這是好聽的話 優點啊 還在你姥姥面前鮮呀 這叫一家人不說兩家話 確實點 慢一點 慢點 擔心別碰著地了 我下室一下等一下 走 沒事 好好好 那個棍先下去 繳別碰地 你扶著她 我去拿一下東西啊 好 等會兒你把身子轉過去 等會兒等一下好 就給媽媽 好 能坐上去嗎 好 這車能降低 我們把那桿也拿過來吧 野哥後面啊 來 放這桶 好了 所以問時間 四位時間 也無法讓回憶妥間 I search for truth my friend Among reason,爱你陌生 孤单的人,慢慢数时间 被谎言押近几番,没有答案 曾经的几把,也被光影打散 It's time to move my friend It's time to face the world again 世外的夜晚,谁的悲欢 Feel like m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Feel like the pain will suddenly beat the light Some people lose their pain But some dreams come true People come and go I see the rainbow Feel like m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Feel like the pain will suddenly beat the light Some people lose their faith But some dreams come true People come and go I see the rainbow I see the zombie